陆生州红旭到台湾竟传出共谍遗云 涉嫌在台搜集情报遭积压禁件 大陆国台班最新声明称对此事完全不了解 并指台湾有关部门只设国台班 纯属蓄意捏造制造事端 声明斥责台都势力 刻意渲染大陆在台情报渗透 动机令人怀疑 而大陆人大会议上午登场的台湾团 则借机重申大陆的两岸政策底线 缓互列国家法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 画出了一个底线 所以台都的镜头就是统一 我想它说的是一个硬道理 而不是硬化 硬道理说完了 再提出吸引台湾年轻人到大陆的建议 大陆这几年薪资水平的提高 那么这些都对台湾的青年 产生了持习的效应 对于台湾青年来说 大陆的乡村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在这个民宿的建设上 台湾呢 特别是台湾的青年 有很先进的理念 每年台湾产出3700万名博士 这3700万名博士就业机会困难 请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高校引进台籍教师的指导意见 软硬监视也呼应了于政生提出的 未来将深化加强与台湾青年一代交流 只是指此尴尬时刻 却又传出共叠疑云 为一位荡道低谷的两岸关系 在天阴影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